欢迎收看最新的2023版中国毒蛇毒性排阳榜 我将会给出中国有毒液研究的39种毒蛇排名 排名的标准是基于对小鼠的LD50皮下注射 LD50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杀死一半实验小鼠所需要的剂量 这个剂量越小就代表毒性越强 为了方便大家观赏 我又把它换算成1毫克毒液可以杀死的小鼠数量 另外我要强调一点 这个排阳榜是毒性排阳榜 不用带来刷什么排毒量啊 不谈剂量就是耍流氓啊之类的 大家要明白一点啊 毒性就是毒性 毒性加排阻量等于杀伤力 毒性是一个单独的指标 不关排阻量的事儿 这个排阳榜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啊 还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好我们马上开始 由于这种蛇在东南亚的咬人数量非常多 有着丰富的毒液研究 测得起LD50为静脉0.9-0.18 腹腔0.13-0.4 肌肉2.1 皮下1.37-1.6 这个皮下水平在奎克毒这里算非常强的了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了小数数量为 13只 第二十名 黑头棉葵 黑头棉葵的拉丁学名就是以前的白头葵 后来白头葵拆分成了黑头棉葵和白头棉葵 在1986年 达尔文报道了一个LD50为静脉0.52 但文章中并没有说是哪里找的样本 所以我们无法得知这样测试 使用的是黑头棉葵还是白头棉葵 好在2022年国内报道了新的LD50为静脉0.56 考虑到黑头棉葵的主要制止手段是毒液中的神经毒素 皮下静脉差异应该不会太大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14只 第十九名 白头棉葵 在2022年这种测得起LD50为静脉0.4 比黑头棉葵要强一点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19只 第十八名 华北副 华北副本身是没有毒性测试的 在2025年的相关于中介副的毒液研究中 使用的样本来自陕西 后来随着分类学变化 陕西的中介副没了 而他们所使用的样本可能就是华北副 因此暂时将该研究算到华北副头上 尽管里面没有做毒性测试 但爆得了毒液蛋白 在华北副毒液中存在20%的Gintoxin 这是一种毒性科匹的香味蛇Kartoxin的突出全神经毒 如此高的占比意味着它会有很强的毒性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20只 第十七名 阿拉善副 也就是原中介副 是国内毒性最强的副手 在2012年的向小鸡几二副鸡 神经肌肉主二实验中 阿拉善副的神经毒性吊打了董友妇和乌苏理妇 他的LD5水静脉0.38 腹腔0.285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21只 第十六名 西蓝眼镜蛇 也叫福西眼镜蛇 是以前中国南部的孟加蓝眼镜蛇 在2017年的线中 测得广西的梦境人蛇LD5水腹腔0.79 由于分类学变化 现在理应算给西蓝眼镜蛇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26只 第十五名 大灰海兽 算得上是一种传奇海兽了 它的毒性上限非常高 LD5水肌肉0.3 0.13 0.12 0.09 但下限极其拉胯 拉到了静脉2.2 我都不知道它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毒性波动 密基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27只 第十四名 捷温海蛇 文献中只报道过一个LD5水腹腔0.53 在海蛇里算很一般的了 预计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31只 第十三名 平科海蛇 是最常见的海蛇之一 经常有被大把大把捞上来的 毒液研究相当多 第五水肌下0.18 0.53 静脉0.1-1.4 腹腔0.26 肌肉0.18-0.31 整体看起来毒性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35只 第十二名 青黄海蛇 同样是一种毒液研究非常多的海蛇 还是有非常大的毒性波动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36只 第十一名 周三眼镜蛇 是国内最常见的眼镜蛇 虽然它神经毒对人类效果很差 但在动物身上可表现出强烈的神经毒性 L第五水肌下0.28-1.0 还是相当不错的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41只 第十名 吉林海蛇 是体型最大的海蛇 L第五水皮下0.276 静脉0.178-235 肌肉0.64 毒性还是比较强的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48只 第九名 眼镜王蛇 很多人可能会比较惊讶 眼镜王蛇不是毒性一般靠量取是吗 实际上眼镜王蛇存在毒液地理变异 中国的眼镜王蛇是整体毒性最强的 TL第五水腹枪0.36 0.41 静脉0.50.6 皮下0.34 0.44 比吉林海蛇略强一点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49只 第八名 半环边屋海蛇 是最常见的海蛇之一 纪录片中经常出现这种蛇的身影 TL第五水腹 静脉0.2到0.45 皮下0.325到0.35 算是毒性非常稳定的一种海蛇了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62只 第七名 灰蓝边屋海蛇 作为贝尔赤海蛇的头号背锅侠 自身也是相当有实力 TL第五水腹脉0.1 野鸡肉0.4 皮下0.25到0.45 虽然没有特别惊艳 但还是比眼镜王蛇强出不少的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69只 第六名 小偷海蛇 文献中一国报道过两个毒性测试 一个是LD50皮下0.51 一个是LD100 静脉0.13 可见小偷海蛇拥有非常高的上限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78只 第五名 黄复海蛇 也叫常温海蛇 是一种毒性波动比较大的海蛇 排的L第五所为静脉0.09到0.44 皮下0.067到0.277 其中这个0.067是海蛇中第三强的皮下测试 表明黄复海蛇的上限是非常接近海蛇天花版的 但拉跨的时候也是相当拉跨 所以只能排在第五名了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89只 第四名 扁尾海蛇 同样是扁尾海蛇属的 毒性比灰蓝扁尾海蛇强出不少 且非常稳定 他的L第五所为静脉0.1到0.16 肌肉0.17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115只 第三名 黄温海蛇 文献中只报道过一个LD100 为静脉0.18 皮下差不多大致也在这个水准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144只 第二名 吉之海蛇 是排名世界前十的毒蛇 在1983年明顿首次报道了他的LD50 为皮下0.079 是海蛇中第四强的皮下测试 1988年 毛利报道了吉之海蛇 毒液中分离出来的两种神经毒素 LD50为静脉0.17和肌肉0.125 其中后者是主要毒性成分 后来又有人发表了吉之海蛇的毒液蛋白研究 其毒液中有63.7%的短链神经毒 这意味着他的LD50将会非常接近其存毒性 预计一毫克毒液可以杀死的小数数量为 192只 并列第二名 银环蛇 没错 银环蛇的中国一哥没了 了想当年 银环蛇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陆地最毒蛇 是我通过分析对比给了他中国一哥的称号 如今就我来亲自把它摘掉 银环蛇的毒性水平非常稳定 皮下通常都在0.2以内 但早年之中有过腹腔接近0.2的 再加上一些静脉0.11的 表明银环蛇最拉的时候甚至可能拉到0.3 不过整体水平还是偏强的 而且上限非常高 有过静脉0.014 0.008的高光测试 然而这必定有大量β环蛇毒 β环蛇毒越多 皮下静脉差异就越大 所以银环蛇的皮下上限可能在0.04到0.05左右 是比不过第一名的 预计毫克都也可以杀死的小鼠数量为 192只 第一名 黑头海蛇 是新晋的世界前十毒蛇 文献中报道过两个LD50 一个是1982年明顿的皮下0.111 一个是1974年填工的肌肉0.082 但我翻阅1974年填工的人的文献 并没有找到这个0.082 也许是私下测试没有在文献中发表吧 或者是在初高里面的 然后在该文献中使用的贝尔测海蛇 由于分类学变化没了 几年后贝尔测海蛇的测试算给了黑头海蛇 那么我们可以暂时认为 这些研究都是黑头海蛇的 同年巴布尔联合田工等人 也发表过一个贝尔测海蛇的LD50 为肌肉0.07 这个也要算在黑头海蛇的头上 最终黑头海蛇成了最后的几大成者 它的平均水平和毒性上限都超过了银环蛇 预计一毫克毒也可以杀死的小鼠数量为 208只 好的 以上就是2023版的中国毒蛇毒性排行榜 对于银环蛇变回中国陆地一个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